嗨,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一个豆腐最好吃的做法,保证和你做的不一样,比吃肉解馋,比麻婆豆腐还香,一周吃其次都不腻。 豆腐咱们要用这种老豆腐,用老豆腐烧出来味儿更香。 准备半锅清水,加入一勺食盐,提前我们给豆腐入个底味儿。 现在把豆腐给它切成小块儿下锅,这一步咱们主要是驱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儿。 然后我们用大火煮开之后再煮一分钟,让豆腥味儿彻底的挥发出去。 出锅之后,把汤和豆腐一起先倒在大碗中,给它泡五分钟,豆腐的口感呢也会更加的鲜嫩。 现在我们把锅烧热,无油下入干辣椒还有花椒,给它干炒一分钟,把水分炒干。 干炒的同时也能更好的让花椒的香味儿释放出来。 炒干以后出锅晾凉,这时候的辣椒和花椒,咱们可以用手轻松的捏碎。 接下来我们直接拿家里面的擀面杖给它擀碎。 大家来看,擀好之后的花椒和辣椒成碎末状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辅料。 有葱末,蒜末,还有姜末。 最后呢,我们还要切一些葱段备用。 锅中咱们少来点菜籽油,把料头下锅,给它爆个香。 爆香之后,咱们放些猪肉丁进来,然后炒一下,炒出香味儿。 炒出肉末里面多余的水分。 直到将肉末炒至变色发白,粒粒分明之后, 这时候我们加点酱油进来,给肉末上个色。 干香干香的肉末和豆腐一起烧,真的是老香了。 出锅以后,先装在盘中。 锅中重新加入菜籽油,咱们放两勺豆瓣酱。 然后把红油豆瓣给它炒出红油。 炒出红油之后,再放适量的生抽。 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混合均匀,炒出香味儿。 下面我们加入半碗清水。 跟着再把炒香的肉末也倒进来。 还有就是花椒辣椒沫也都加进来。 调味儿的话也很简单,胡椒粉是必须放的。 还有就是盐,调味儿即可。 跟着把豆腐全部倒进来。 锅里面的汤汁呢,刚好能没过豆腐即可。 盖上裹盖,用中火给它焖煮三分钟,让豆腐充分的入味。 三分钟之后,咱们锅里面的汤汁也剩的不多了。 接下来,我们分两步勾芡。 勾芡,咱们大家不要一次下入淀粉水。 这样给它分次调。 锅里面的汤汁呢,也会更加的浓稠。 也更容易包裹住豆腐。 勾芡完成以后,大家看,咱们的肉沫烧豆腐就完成了。 颜色红红的,汤汁稠稠的。 有辣椒的辣味儿,又有花椒的麻味儿,还有肉的香味儿。 加上豆腐,鲜嫩爽滑的口感,配上一碗米饭,一起吃,十分的巴适。 咱们这样用肉沫烧的豆腐,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,真的是太香了。 比饭店卖的麻婆豆腐都香。 真的,如果你也喜欢吃豆腐,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,简直是太好吃了。 麻辣鲜香,又入味儿。 喜欢的朋友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同时,别忘记点赞,收藏,转发哦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